今天做一款脆皮爆浆面包 巧克力控一定要试试 先做一个烫重面团 把这些材料放一起 用刮刀翻拌成团 放凉备用 再做一个巧克力爆浆夹心 把这些材料放入加热杯里融化 装入裱花袋备用 准备这种半圆形硅胶模具 挤入巧克力夹心 放冰箱的冷冻式备用 再来做一个面包表面的脆皮 先把黄油软化加入糖粉拌匀 再分次加入蛋白搅拌均匀 倒入低筋粉和可可粉 翻拌到没有干粉颗粒 装入裱花袋备用 面包体的部分除了黄油和酵母 全部放入厨师机 水域留点看面团干湿度添加 先滴档揉成团 再中速揉到这种厚膜状态 加入黄油和酵母 再揉成这种薄薄的手套膜 整理表面光滑 再放烤箱发酵两倍大 记得放碗热水增加湿度 发酵面团的时间来开一盒饼干 新的烘焙曲级饼干粒盒 这也太可爱了吧 好多种口味 最喜欢这个爆爆熊 这种圆的太好吃了 口感是酥脆的 用来做半手礼非常不错 满满一大盒 发酵好的面团状态是不回缩不塌陷的 撒点干粉拍下气泡 分割成六份 每一个都拍打滚圆 放盘子里盖保鲜膜冷冻十分钟 这一步是为了使面团定型 等下好包夹心 面团冷冻好拿出来 这样面团就不会软塌塌的 直接擀开 夹心脱模 两个放在一起 收紧口 放入烤箱最后发酵 发酵好上面挤上一圈可可脆皮 用小刮刀抹平表面 上面筛入一层糖粉 烤箱提前预热 烘烤18分钟 烘烤完毕 放到网架上晾凉 表面是脆皮 里面是爆浆夹心 超级好吃 掰开一个看看 想吃吗 想吃赶紧试试吧 粉丝 糖 豆出品 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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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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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